给大家看一个19年7月7号就上周日的时候傍晚的时候 我去盐田港拍的一个这个航拍视频 我觉得还是蛮震撼的 虽然已经去了很多次了 盐田港是深圳最大的港口 占到整个深圳所有港口的一半以上 这个是先通过卫星下来的 然后这块的话就是转到我的航拍机 整个这个港口的话18年他的工作量是1500多万标准箱 然后整个深圳的50%是他这个港口带来的量 这块是深水港 对面就是香港 香港的偏郊区了 这块的话是他的盐田港的三期 你看上面的这个货船基本都是满的 深水博位有20个 水深17.4米 全球20万吨级的超大型的船舶 百分之百都能看到盐田港 这个还是蛮厉害的 盐田港每周的航行有100条 其中欧美的60% 所以我这次过来呢主要也是想看一下 到底中美贸易战对我们的影响是不是真是有 现在7月份的话 基本上是给欧美的圣诞节准备一些这个这个货运的东西 从这个航拍来看大家能看得到港口是非常的繁忙 然后这个我看到的有5个码头上都有大船 对面还有那个小船 而且港口里面的话大家能看到这个这个货运的车辆还是非常的繁忙 所以说从这里面看出来的话 其实这个中美贸易战 对于这个至少从盐田港能看出来影响是不大的 这里的话我们把这个摄像头会往下走 我们可以看一下 盐田港也是亚洲最佳码头 所以我有时候去看欧美经济我就会来这个盐田港码头看 就是到底影响到底有多大 这个看出来跟我之前来的差不多 大家可以看一看可以欣赏一下啊 整个盐田的话基本上是被盐田港给给 基本上就是就是他了 除了现在因为地铁马上要通 所以说有一些的住宅就出来 但是基本上盐田盐田区就是盐田港啊 你看这个码头上 这个这个船上 你看这个基本是这个集装箱是堆满的 好看到这码头上面也是你看也在动 正在装卸这个集装箱货物 这也是比较大的货轮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货轮在盐田港这块都可以停泊 可以看一下 这个差不多是在六点左右 六点左右时候拍的 19年7月7号 还是相当的繁忙 船都是满的 今天就是这个给大家 要看一下这个了解一下欧美经济 中美贸易战对于中国的影响 我认为至少从盐田港看出来影响是不是很大的 电话 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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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